第362集 我想了想 说现在去接童谣吧 然后再去找谢大师 听了超凡的话 我心里总觉得不安 特别是唐师傅也被牵扯进来 我不想他再出什么意外 更不想在此失去他 在车站接了童谣 我们就坐上了去河东村县城的车 我预感这次事情有些严重 于是让张兴宇回家去等消息 顺便寻找黑子 并叮嘱他如果找到了 立刻给我打电话 车子行驶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县城 接着我们包了辆车前往河东村 车子又开了十几分钟 路就不能再继续开车了 下车之后 在山路上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虽然说这山中人烟稀少 但不至于一个人都没有吧 我们快步赶到了河东村 这村中静得出奇 越发的诡异 我把白柔往身边拉了 他也紧紧的拉着我的手 我听到身后童谣的轻横声 估计他在狠狠盯着我 我咽了咽口水 不敢回头看他 我们走向村厂家 只见他家大门紧闭 我喊了几声 也没人回应 果然出事了 突然 这从山上的谢大师的住处 传来了一声狼叫 声声 这叫声我太熟悉不过了 此时白柔的手又攥紧了些 身体也缓缓向我靠近 我知道 他有些害怕 于是轻声安慰 有我呢 没事 他点点头信任地看着我 我们又马不停蹄地一路跑上山 路上看到了许多狼 这些狼看到我们就纷纷地跑 应该是身上的眼线吧 等我们到达了谢大师的住处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大约一百多只狼 把谢大师的屋子团团围住 谢大师站在房顶上 全趴在旁边 那好像已经受了伤 没了往日的胃房 唐师傅站在谢大师的身后 脸色也不大好 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声声 这哪是声声 明明是一头两米多高 三米多长的怪物 要不是他那协议的笑 我压根也不会把他和声声联系起来 声声此刻正在盯着我笑 颇为的甚人 我看了看情况 发现已经无法从地面接近谢大师他们了 就在虚空虚化了一只鸟 用嘴一吹 一只大木鸟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但显然这只鸟没有诸咐的那头大鸟厉害 这只鸟只能够载人在空中飞 而且目前我的灵力也不能支撑它飞行多久 不然还坐那慢腾腾的汽车干嘛 我们坐上了木鸟 我只向屋顶 轻贺一声 去 木鸟就飞向了屋顶 上了屋顶 水蛙和火蛙不肯下了 我也没去管他们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状况 解决声声 谢大师看了一眼我的左臂 没说什么 又转过头去望着声声 唐师傅则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童谣蹲下去 看了看犬的伤 因为煤太工具只能做简单的止血工作 我也看了看 犬的背部被抓掉一块肉 血流不止 我心想有童谣在 犬的伤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便抬起头 问谢大师 这声声咋变得这么厉害 上次六星阵开启 虽然你的恶星力量被完全消除了 可是声声和黑子的力量 没有完全去除 如今六星阵完全开启了他的恶星力量 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谢大师无奈地说了 我吃惊地看着谢大师 在我的印象中 无所不能的谢大师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我急忙 问 那 有什么可他的办法吗 咱们